同学们大家好,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又再次回到了网课 那么今天的网课呢,老师将会以这个视频来进行 所以希望同学们观赏了这个视频过后 能够对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课文有所了解 并且能够完成老师为你们布置的练习和功课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篇文章呢 OK,我们要讨论的这一篇文章呢 也就是来自课本单元期的主题为 人间有爱 人间有爱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爱字 这个爱呢,之前老师说过 这个爱呢,并非是男女私情之间的情情爱爱 而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关爱 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敬爱 这个敬字 我们可以是有爱,敬爱,尊敬的敬 为什么这个爱这么重要 特别是在我们马来西亚 OK,我们大家都知道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 我们有乌族 那么要在这个多元种族和谐的生活 我们各族之间必须多了解 才能有亲切感 才能互相敬爱 所以这个爱的主题呢 在单元期呢,非常的重要 OK,那么在还没有开始赏息今天的文章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老师为你们准备的这两张照片 很明显两张照片呢 都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族群 对吧 他们身上穿着个别的传统服装 虽然大家都是来自不同的种族 有不同的信仰 穿着不同的传统服装 有着不同的风俗文化 可是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幸福的笑容 为什么呢? 因为和谐 OK,因为和谐 那么因为什么而和谐呢? 就是因为爱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 爱 只有爱我们才能够互相了解 互相尊敬 互相容忍 那么这个社会才能够和谐 OK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课文 今天的课文呢 同学们请翻开课本的85页 课本的85页 文章的题目为 不相识则无从相爱 不相识则无从相爱 OK 那我们来看第一端 每一段呢 老师都会为你们朗读 所以希望呢 你们在看着这个视频的同时 也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 那么我们在朗读每一段落过后呢 我们就会来疏通 段落中的一些词意 OK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我们就来第一段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国内各种族都拥有本身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信仰 因此 每一个族群都沿袭着本身的风俗习惯 并把它视为一种规律 在日常生活中用来维系人与人之间 以及人与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 那么我们来看第一段的词意 OK 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这一个呢 OK 我们称读为言习 所谓的言习呢 就是依照旧传统或规定办理 就好像我们懂的 各种族之间 各种族之间都有本身的风俗文化 所以呢 我们都会依照 比方说 华人在农历信年的时候 我们的风俗习惯呢 是怎样的 我们都会依着办 这个叫言习 那么再来第二个 生智新词呢 就是这一个 好 这个生智新词呢 我们读为 维 细 维细呢 就是维持和联系 维持和联系 所以因为这一个 我们一直以来 依照这的风俗习惯 所以呢 我们会在华人传统节日之间 我们会互相拜访 在互相拜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维持和联系 联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进而 我们可以造就一个和谐的关系 和 谐 谐 谐呢 就是和睦 谐调 没有纠纷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段的词语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段 属于说 入国问尽 入乡随俗 其中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试想想 外国人前来我国观光之前 是否有必要了解 我国的一般法律禁令 如 携带及贩卖毒品 我国是严厉禁止的 并规定 拥有一定分量 毒品的人 已经判决有罪 将处于死刑 那么我们来看第二段的词语 第二段的词语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句 入国问尽 入乡随俗 OK 那么课文中举的例子就是 如果有旅客要来我们马来西亚观光之前 他必须先了解我国的法律禁令 什么能做 什么不能做 所以如果在马来西亚 一个人一旦发现 被发现 拥有一定分量的毒品 一旦判决他有罪 将会判以死刑 并没有考量他是哪个国籍的人士 只要他拥有一定分量的毒品 都会判决于死刑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我们要去其他国家旅行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了解当地的一些法律 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入乡随俗 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会跟着遵守那边的习俗 同样的 家里有家里的规则 学校有学校的校规 我们不都是这样的依照着吗 对不对同学 OK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段 同样一起朗读 OK我们来看第三段 同样的 如果我们到马来甘榜 反过访问 事先对马来社会的风俗习惯 一无所知 那不论在言语或举止方面 都有可能做出令受访者难堪 尴尬 甚至发生误会的地方 譬如 我们进入马来朋友的住家之前 没有把鞋子脱下 主人为我们端茶时 我们只是以着手承接 这些都会被视为不礼貌的态度 那么我们来看第三段的词译 首先呢 这个甘榜 OK也就是combo 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一个字 这个字呢 刚刚我们读为 难 看第一声 所谓的难堪呢 就是看着不顺眼 不好看 OK 就好像 如果呢 你在吃饭的时候 摇脚 是不是很难堪啊 OK 那么再来我们来看这一个字 这个字你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字呢 我们读为 干 尬 尬尬呢 就是你们说的 排斥 然后处于两难境地 无法摆脱 马路的意思 OK 那么 我们再去第四端 如果我们了解 马来社会的风俗习惯 拜访马来朋友时 一定会等主人相邀 才脱鞋进入屋里 当主人端茶时 一定会伸出右手承接 并用左手 左手掌 轻轻拖住右手腕 同时身体略弯向前 以对主人表示敬意 这样的态度不但显示自己虚怀落骨 而且足以增加彼此间和睦清善的气氛 OK 我们来看第四端的词一 有这个字 有这个字 这个我们读为端地声 端茶就是捧茶 手平举拿物 捧着的意思 OK 那么再来这个字 这个字我们读为 老师写在上面 手 手腕 第四声 手腕 也就是手和臂连接的部分 OK 再来呢 有这个字 虚怀落骨 虚地声 怀第二 落第四 骨第三 虚怀落骨的意思呢 就是善于接受别人的意见和观点 比方说我们做错了 别人对我们的善意批评呢 我们能够容易的接纳 OK 这个就是虚怀落骨 所以同学 在这两段里面 我们都了解了一些 马来同胞的风俗习惯 对吗 当中的风俗习惯呢 包括 OK 入门的时候 同样 入门的时候 我们要进马来同胞的家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等 主人相邀 我们才会脱鞋 进入他的家 没有穿着鞋子 就进人家的家 那么没有礼貌 对不对 第二呢 别人端茶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右手接 而不是左手 因为对马来同胞来说呢 通常呢 左手呢 是用来擦屁股的 所以如果你拿左手 接过别人给你的东西呢 那称之为没有礼貌 而且呢 我们在接过别人给我们东西的时候 身体略弯向前 表示敬意 OK 这些是马来同胞的一些习俗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页 好 我们来看第二页 也就是86页的文章 OK 如果你觉得老师这一边的荧幕小的话 你可以看这边的字幕小 你可以看自己的课本 86页 OK 我们来看 第五段 有句马来 有句马来谚语 不相识则 无从相爱 它的含义极其明显 因为 你不认识某一个人 你一定不了解他 他也不了解你 那么 你和他之间 根本不会产生亲切感 更何况是互相敬爱呢 这句谚语所包含的道理 同样适用于多元种族社会 说明促进不同族群之间的谅解 亲善 团结与合作 不能忽略彼此间的了解 促成互相了解的最基本途径 就是熟悉及尊重他人的传统 风俗习惯 OK 所以来这一边 这个这一段呢 主要就是和我们主题有关系的这一句 OK 和我们主题有关系的这一句 不相识及无从相爱 同学们你们认同吗 如果一个人 你不认识他 他也不认识你 你不了解他 他也不了解你 那么你怎样对他有亲切感呢 如果没有亲切感 你又怎样对他 尊敬 和包容呢 OK 所以这一些呢 主要的就是相识 那么相识呢 包括对对方的了解 特别是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 所以只要我们做到了 能够尊敬他人的立场 肯定别人也会尊敬我们 OK 所以什么东西就像老师说过的 有本身做起 不要往往每次把问题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如果每个人都往自身的立场 去做好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和谐 不会有纷争 OK 就好比这一次的COVID疫情 第三波又在爆发了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还把矛头指责这方 指责那方的话 对整个疫情是无补于事的 倒不如我们每个人 尽起自己最基本的责任 遵守好最基本的SOP 保持个人的卫生 社交距离 那么这肯定非常有助于 我们帮助整个疫情的下降 所以在东西发问题发生了的时候 互相指责 并帮不了解决问题 最主要的都是回归到本身 本身的做事态度 本身该尽的责任 好不好同学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门学问 互相加油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第六段 一个族群的风俗习惯 是族群先人结合长期生活经验 经集体实践与认同后 传诸后代子孙的生活规律 因此族群中的每一份子 一出世就接受风俗习惯的熏陶 致使有关的风俗习惯 影响着个人的一生 ok那么这一段 我们要看的这个生子新词呢 就是这一个字 这个字呢 我们读为熏陶 熏陶呢 简单来说是影响 ok就好像我们一出生 一出生过后呢 我们就会受我们的佛教啊 道教啊 一些华人习俗呢 熏陶影响 那么受了这些影响呢 就会引导着我们人的一生 ok 那么我们来看最后一端 事实上 我们要在多元种族社会中 促进种族之间的 亲善和与团结 就有必要寻求适当的途径 让各种族有机会互相了解 彼此的风俗习惯 无一的 如果我们抱着诚意 去了解他族弟兄的风俗习惯 我们将能够更有效的协助 他族的弟兄了解我们的风俗习惯 消除彼此间的误会 差异与成见 从而建立于巩固 互相谅解 互相关怀 与互相爱护的基础 这就是相视而后能 相爱的道理 ok 那么来到这一 最后一段呢 也就是告诉了我们 如果我们 互相尊敬的话 我们能够为 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好处 ok 所以最后一段呢 总结了好处 最后一段 总结了和谐 互相了解的好处 ok 所以同学 我们彼此之间呢 必须友好的去 进行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那么怎样友好的生活呢 就是通过了解 ok 不要往往就是抱着 比方说学马来文 学马来文呢 其实对华人指定呢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我们总是抱着 这是他人的语言 为什么我要学 我会华文就够了 可是 外老来到我们的国家 什么语言都不会 但是为了生活 他们不也是学会了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风俗习惯吗 那么同学 在老师 对你们的了解 老师觉得你们的学习能力 比外老来得强 难道你自己不认为吗 既然你比外老来得强 不比他们差 那为什么 你不能够好好学习 让自己有所进展呢 对不对 所以学习呢 能够让我们了解更多的东西 当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东西过后 我们就能够去包容他人 OK 从中我们也能够消除 彼此间的误会 猜疑和成见 那么呢 我们就能够聘奏住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同学们 加油 让我们一起去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这个就是这篇文章 那么同学我们来看这个理解题 第一题 不相识则无从相爱 这句话包含了什么道理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如果我们要社会和谐 特别是在我们的多元种族的社会 各种族之间必须多了解 才能够有亲切感 才能有互相敬爱 所以这一题的解答呢 都来自于这一段 然后第五段 来自于第五段 那么来看第二题 了解他族的风俗习惯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记得 老师刚刚讲过的话 那么你已经懂 这一题的答案来自哪个段落 对吗 也就是来自最后一段 在最后一段里面 作者和我们分享了好几个 了解他族的风俗习惯 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OK 接着我们再来一次 OK 所以我们在朗读和疏通了此一过后 那么你们就要开始做功课了 第一项功课呢 是生字心词 请把这些生字心词呢 操在练习二 练习二 OK 操在练习二 那么目录 OK 操在练习二啊 操在练习二 目录呢 是这一个 10月14号 也就是今天的日期 题目为不相识 则无从相爱 记得啊 是你们的华文不止练习二 那么写好目录 题目 热气过后 你就可以把这一些刚刚我们讨论过的生字心词 操写在你的布子里面 OK 那么在这边老师配上他的汉语拼音 所以接时你也操上去 这个还记得怎样读吗 这个字我们读 言 言什么 言习 言习 依照传统 或规定 或规定 办理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读为 维 细 也就是维持和联系 第三个 我们读 和 斜 和斜 也就是和睦协调 所以同学记得哈 把这个拼音也抄写上 在你的练习二 所以生字心词 拼音 还有它的含义 统统都抄写在练习二 那么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这个字呢 我们读为 难 看 低声 看着不顺眼 不好看 接下来 这个生字心词呢 干 嘎 尴尬呢 就是处于两难境 地 无法摆脱 马路的意思 拍摄 刚刚老师讲过的 有没有 OK 那么我们再看 还有什么生字心词 还有的生字心词呢 就是这一个 低声的端 OK 这边老师有个图像 端呢 就是手平举拿物 那么这个图画 你不需要画在 不需要画在你的练习二 让你了解就好了 OK 再来呢 我们有这一个字 手腕 第四声 手腕呢 就是这个部位 手与臂连接的部分 然后这一个部位 所以我们接过别人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左手 拖着手 右手腕的这个部位 OK 接下来的 我们有这个 虚 怀 落 骨 虚怀 落骨呢 就是善于容易 接受别人的意见和观点 OK 那么最后一个生字心词呢 就是这一个字 熏陶 熏陶呢 我们可以说 如软 如软的意思呢 就是影响 受一种思想 品行 习惯 影响 OK 那么这个就是 你们需要做的第一项功课 把这些生字心词呢 还有拼音 都抄在 练习二部纸上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 习题 这个习题呢 也是做在 练习二部纸 我们来看题目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抱歉 这边老师有错字 OK 这个应该是国家 不是回家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请找出我国的各种族 以完成以下的气泡图 那么这个图呢 我们叫为气泡 有一粒一粒的泡泡 看到吗 所以这个气泡图的主题呢 是我国的多元种族 那么老师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一个 抱歉 老师举一个例子呢 就是这一个乌族乌裔 乌裔呢 就是马来同胞 有没有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边老师有 上网找到了一个图案 那么这个图案呢 我们必须要剪贴 放在这一个 所以同学 我们国家还有哪一些种族 那么请你们完成 所以你们可以上网络找 OK 那么print out那一个图画 贴在这边 并写上 他们是什么种族 OK 是什么种族 华族 义族 印族 西克族 一般族 等等 OK 这些都是我国的多元种族 如果你没有print出来 那么就发挥你最擅长的画画 画在气泡图上面 画各种族的图像 那么写上他们是什么族群 所以这个是第二项功课 完成这一个 我国的多元种族气泡图 那么接下来第三项 第三项呢 就是这一个书写段落 了解他族的风俗习惯 将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 这个如果你有专心听课的话 应该懂答案在课文的哪一个段落 找到 对不对 那么老师需要你做的就是 把你的答案写成一个段落 一段就好 段落中至少要有五项好处 所以去课文里面找出五项好处 那么这些好处之间呢 老师希望你能够运用连词 如 就好像例子啊 和 此外 如果 不但 而且 不仅 还 ok 这些都是老师给你们连词的例子 所以老师希望你们运用这些连词 把你所找到的五项好处 串联在一起 记得 句子要顺畅 ok 那么完成这一个段落 所以老师 所以老师这边给你一个开头 ok 让你来完成这个段落 开头就是 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了解他族的风俗习惯 能 什么呢 记得五项好处 最少五项 如果能够超过五项的话 更棒 那么这五项好处之间 记得哦 善用你学过的连词 将它们串联在一起 ok 同学 今天的课就到此为止 那么希望你们完成 老师所给你们的功课 谢谢 谢谢